儘管本土案例大幅減少 但仍然維持雙位數 包括高雄港傳播鏈再新增8人 就連工作長域周邊的雜貨店母子 案1849218493也不幸染疫 而桃園本土疫情在天三人 其中遠雄自貿港區新增兩名員工確診 如今桃園高雄疫情還沒結束 宜蘭飯店的群聚案例也在加似 陳時中強調現在要積極找出四條不明感染源 包含臺北園山飯店 宜蘭礁溪長榮酒店 新竹相關確診 桃園太陽能板公司母女 而且還要極力阻絕桃園跟高雄傳播鏈 桃園這規模比較大 怎麼樣把它停住 除了本土疫情燃燒 三十六例境外一路當中 有兩例來自帛琉 陳時中說 這週帛琉新增五百多例 會持續監測疫情 雖然境外一路高峰期已過 但仍要提高警覺 過年返鄉該怎麼防疫 陳時中提醒戒慎不恐懼 避免前往人潮擁擠的場所 勤洗手 戴口罩 以免病毒產生 華視新聞 陳曉綺 彭冠玲 臺北報導